一人皇子交召查获是创意私房高级会员 曾购买许多非法儿哨性影像后 也让创意私房彻底浮上台面 引发高度关注 出发部4月10号依儿哨性剥削 和性侵害防治法进行封网 但能难以根除 搜寻引擎无法搜寻的相关内容 但只要透过BPN代理伺服器 或非四大电信提供的网络 还是可以进入网站浏览 完全治标不治本 且有许多影片已经在各个网站流传 根本无法下架 现在甚至有男子出面控诉 自己的妻子就是受害者之一 被害人丈夫控诉 妻子先前因不明原因 招人拍摄私密影片 放上创意私房牟利 时间长达好几年 子依素发部封网只做半套 而骇客团体也看不下去 19号下午决定替天行道 首页之换写下 创意私房就是犯罪 不论你是站长或是会员 对儿哨性虐待或性剥削 玲瓏忍 骇客不仅直接攻击 创意私房 所有性影像骗库 甚至置换论坛首页 霸气呛家 主要找到这个主机的所在地 然后让当地的整体单位 同时进入调查 来做一个停止解释 或是把这个网站整个停止下来 就了解类似创意私房类的论坛 主机都架设在国外网狱 许多不肖人士为了躲避查记 还会用多个VPN跳转在各国之间 出发部目前能做的 只能封锁我国IP 让国人无法连进网页 但真的要斩草除根 必须依法透过国际司法互助办理 才有办法斩草除根 避免这类的春色网站吹又生 继续回来张教育长报导